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我心目中好吃的糊液 在我心目中 首先要先吃到番薯、芋頭、紫薯的原味 這些最重要的 旗幟是大小 我比較喜歡的是手指公大粒 大粒一點就味道出一點 口感也是很重要的一種 我自己也喜歡比較鮮韌一點 但又沒去到像像橡筋一樣 原材料就是芋頭、番薯和紫薯 另外還會加糖和木薯粉 我再加其他防腐劑和人造色素 芋圓的比例就是 芋頭會佔多一點 粉則佔少一點 藥物是3比1 希望大家吃芋圓的時候 味道會再出一點、再濃一點 初圓是人手初的 我們不是雞初 所以會比雞初會彈辣一點 雞初就有固定的份量 敵人手初看到水分 或者是否夠乾 再決定要加多少水 雞初圓的過程 有些芋頭未必會彈辣 所以雞初的時候 我們用手掌心搓成形 再搓成條的時候 就會看到裡面有些芋頭粒 其實我們會選出來 我們比坊間的大粒一點 就會彈牙一點 味道會再出一點 還有更多滿足感 第一就是新鮮 因為不想放那麼久 放那麼久會硬 其次就是 因為我們每次煮的份量 就不是煮很多 我不想煮那麼多 然後晚上我們就會丟 因為我們不會去過夜 過完冷寒之後 就會在表面加少許砂糖 可以吃進口的時候 就吃到少許甜 就帶回原材料的味道 外面的糖水泡多數是浸糖水的 但是我怕放得久的時候 那些圓會吸收糖水的味道 就會過甜 給我們一些蛋糕 就要吃了 就不會吃了 真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